Hello宝们,今天我们要评测的是加值800元的CPB亮润粉霜 其实这个粉霜如果你们经常看我视频就知道 我已经买了差不多有大半年了 我本来打算是买来秋冬使用它的 因为它可能更滋润一些 我觉得马上就要到夏天了 我再不用,真的是没有机会用了 所以我赶紧把它拿出来评测一下 看看适不适合我,或者是把它送人还怎么样 然后这个粉霜的价格是 一个十百千万,一万两千日元 那合下来人民币 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我刚才查这个东西人民币是多少钱的时候 我在百度里面搜一万两千 出来的就是一万两千日元 我估计大家都在搜这个粉霜的价格吧 那正常合下来人民币是700,将近750块 加上税啊,加上万七八糟了 你应该八百多就搞定了 如果你就到一些特别低的价格了 你要小心一点 我买的色号是OCD 应该是一个比较白的色号 然后它有一个SPF20和PA加加的指数 在CVB的三款粉霜里面 光润,亮润,还有一个钻光,对不对 那这款好像是最火的,最出名的人们都说它越液越美丽 越油越美丽 所以我也比较好奇它究竟有没有那么神奇 哇,好小支啊 比我想要更小支一点 但是这个包装为什么有一种 莫名的高档的感觉 为什么我这拿在手里 我熟了一个好多CPB的护肤品 但是我用着用着觉得 就塑料壳嘛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地方好闪耀 有种那种探照灯的感觉 味道是偏香一点的 你们听到那个哭吃一声吗 我来 我来先试一下 用手用刷子和用海绵哪个会更好一些 这个海绵吃进去好多啊 天呐,我真的要用海绵吗 但是我觉得海绵的妆效可能更补贴一点 我再来试试用刷子 你们看一下 这是手,海绵,刷子 海绵的刷子就基本上都不见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可不可以直接用手 我们现在把镜头拉近一点 我们直接去上妆 我有点羞愧 举起这个 每张粉呆的镜子 有点配不上这个粉底霜的感觉 它的色号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而且很服贴 我本来以为它叫亮润嘛 而且大家都说适合干皮 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很厚重的 然后遮瑕度非常高的底霜 但是 这个遮瑕度真的没那么高 我觉得有 中等偏下的一个样子 但是它上妆之后的肤色 确实很漂亮 看出来了吗 它有非常健康 非常匀近的一个肤色的感觉 哇 这个润色的效果 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 不要刷子 不要刷子 再来吃一下海绵 啊 我觉得就是用手吧 不要用海绵啊 这个好吃粉呐 都吃到你的海绵里了 你可以看出来 我用了同样的量 我在这边已经上了大半个脸 然后这边只上了这么一点点 而且就跟没上一样 所以我还是用手吧 我觉得这个粉霜 最好还是用手直接上的 比较好一些 那全脸基本上上完了 可以看出来 我这个皮肤看起来好了很多 而且妆感很淡 那一些瑕疵是不太好遮得住的 我再来上一点试试 它不断的叠加 它的振华度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中等偏下的一个样子 我说一下我目前的感受 首先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奢华 拿在手里就有一种非常高级的感觉 是遮瑕度中等 整体妆装非常自然 有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漂亮的润色效果 那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 它就是一个会被大家喜欢的底妆 大家好像不追求这个遮瑕度有多么的高 或者是持妆效果一定要持续8个小时怎么样 或者是整个的性大比很划算 大家都觉得包装好看 遮瑕度可能中等左右就够了 但是有一个非常漂亮 一种自然的一个上妆的效果 这是大家想要的 所以我已经明白它为什么这么火了 当然我们今天还会持续的观察一下 它的持妆效果好不好 现在就晚上的5点多 这种化妆应该已经过了4个小时的样子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正常 这个脸的油光的状态非常的正常 它没有额外的让我脸更冒油光 暗沉了一点点但是都还好 虽然都还好 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脱妆的现象 那其实我这些地方比较容易出油的 那这些出油比较严重的地方 是完全没有脱妆的一个现象的 所以就目前来说 我没挑出来这个粉底妆的什么毛病 除了贵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 是涂个眉毛 画个底妆 涂个唇膏就出门了 对不对 那我不是这样 我基本上修容 腮红高光提亮我都是画全的 所以粉底妆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商品 我觉得800多块钱稍微有点贵了 但是我纵懒我评测过的所有贵价的产品 比如说印象之美的粉霜 将近2000块对吧 1500块左右 然后还有胶蓝 还有圣罗兰 圣罗兰我评测过吗 好像还没 我马上出啊 我知道你们很想看圣罗兰 这些贵价的粉底霜 我觉得CPB是最有新产品了 800多块钱一个价格 这个妆效 到目前为止 这样一个持妆效果 我觉得是 挺有新产品的了 当然我仍然觉得 花不好块钱买个粉底霜 有点太离谱了 真的有点太离谱了 这个妆效虽然好看 但我真的觉得 没有必要 花这么多钱买个粉底霜 看你吧 看你吧 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很满意的 那我稍微晚一点 会再给你们检查一下的 拜拜 9点多 这个花妆整整过了8个小时 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脸上 这个润色的效果呢 还是非常的棒 所以我来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CPB的 亮润粉霜的一个效果 好不好 800块钱 这么小一管 虽然我很不愿意这么说 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它挺好用的 它首先不是很挑皮肤 无论你的皮肤状况 是好是坏 它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润色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亮润呢 特别适合中性到混油皮去使用 混油皮需要做好定妆 油皮可能算了 因为它本身就光泽感很强 你的皮肤如果容易出油的话 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油光 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就是这样 好 好